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对孩子生到段位之后 我觉得他的整个改变 气质上面的改变是真的有看到 那平常以前刚开始启蒙的阶段 活动乱跳的啊 抓棋子的啊 上课跑来跑去的啊 我觉得当他到段位之后 你看到 你再回头去看他 刚开始启蒙的那个阶段 我觉得这是天壤之别 真的是有很大的进步 父母亲其实在这上面 也会有很多的感受 他会觉得我的孩子真的不一样了 他看到段位的孩子下棋 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你要成为高手呢 你一定要够勇敢 够勇敢 那还有要够冷静 然后够诚实 这些 这些其实讲出来会觉得说 这不是常常人家都在提醒的事情吗 可是它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觉得孩子为什么要诚实 诚实的孩子为什么遇到 在整个维席学习的过程上面 瓶颈会出现得比别人慢 比别人晚 譬如说 我看到孩子在进步的过程 他从启蒙开始 一直到他到入门班 入门班我们教孩子要有三部的细算 这个三部的细算 当孩子成熟之后 他就已经小有其力了 嗯 那他小有其力之后 他就开始做一些陷阱 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可以去对付他的敌人 他就做一个陷阱 你知道其实我觉得围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他的 他所有的想法 跟他的 的谋略 都是摊胎在棋盘上 你看得到 你的对手同样也看得到 那他自认为会成功的方法 他希望人家会中计 可是 别人看到了 别人起力比他高的时候 别人一眼就看出你的想法是什么 偷吃招 对 那那个就是我们讲的偷吃招 嗯 我们常常讲孩子 要克服这一关 大概在 我觉得大概在从初期半开始的孩子 这个部分就会蛮明显 一直沿路上去都会有 只是说 他的算路更深的偷吃招而已 但是这个算路更深的偷吃招 在更高的对手的眼里面 事实上他只是一个攀开的计谋 谁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诚实很重要 我常常跟孩子讲说 这个方法比起 不要用了 不要再想了 你在想 只会让你的局面越来越糟 那 诚实的孩子很容易接受 他就说 是 老师说得对 这个方法对我来讲 一点用处都没有 他就跳脱了这个部分 因为他不会再花心思 在这个上面去做一些计谋的设计 但是对那种 我觉得 我觉得在我看这些孩子 他的反应很好的孩子 或者是 有一些小聪明 自认为有小聪明的孩子 在这个上面通常会卡得蛮久 那卡得很久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跳脱不出 我刚刚讲 我刚提的那个 要面对自己 要诚实 这个诚实不是说 我诚实就好 我对我的对手也要诚实 你要诚实地告诉你自己 我的对手就这么强 你不能说 我希望我对手 跟初学班的对手一样 那他永远跳脱不对 跳脱不出这一块 那其实 他就会在这个阶段 会被限制住很久 这个就是诚实 我讲的诚实 那孩子的进步 其实在这个上面 你会发现 所以当他已经开始 摒弃这些方法的时候 他的棋就进步 对 勇敢的棋 我觉得这个也是 对孩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勇敢的棋就是 面临复杂的变化该怎么办 好 那个我觉得 比较进阶一点 可能在中高级以后 那我觉得 我看到有一些孩子 在面对棋的时候 他知道这样子的变化 他会有危险 那因为他需要掌控 他就不愿意去尝试 尝试这种变化 因为那变化可能 对他来讲是很恐怖的 很难掌握的跟驾驭的 他就不敢去冒险试试看 那我觉得我常跟孩子讲说 要去试试看看啊 蹲下去 你被断掉 敌人也被断掉 你危险 别人比你搞不好 比你更危险 可是对那些 比较需要被 被保护的孩子 或他们 他们的 比较需要一些 这方面的 像这种 因为他们个性上面 可能比较温和的 那他们在这上面 尝试就会很少 你看他的棋 就是长啊 要不然就黏啊 对 你对那种 你看那个孩子 一站出来就是 很有气波 那下棋 那种的 你看那个棋就是断 那个勇敢的棋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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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面倒的 对 其实我觉得 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当然 这种一面倒 这种很勇敢的孩子 他一定会碰到后面的问题 就是我刚刚讲到 冷静的部分 因为他太勇敢了 他就会 最快太突 太走得太快了 他的棋就是因为太充了 那他常常会出现很多的失误 那个时候就需要做一些调整 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觉得冷静很重要 那冷静很重要 就怎么训练呢 我都跟孩子讲说 当你手放腿上的时候 你下完一颗子 你手放腿上的时候 你的棋力啊 最少进步三颗子 我都跟他们这样子讲 有礼物的孩子 真的听到我 他真的把手放在大腿上 他的勇敢就再不是勇 就是那种 我讲的那种游有勇猛了 他已经有 再加上自己的指挥在里面 他的棋力就会变得更成熟 对 那对那种冷静的孩子 其实他这个部分 本来天生就具有 他只是在尝试上面不太敢做 那其实他那个上面 如果有突破的话 其实他冷静的这个部分 不需要要求太多 这是我觉得个性的特质 但是也是就要 在他这个学期的过程里面 需要做一些修正的地方 这些特质 我看到常常给孩子 这样方面的建议跟想法 那我们去做一个突破 他的个性上面做一个修正 那其实到达这样的一个阶段 他觉得他已经具备了勇敢的条件 他已经具备了诚实的条件 他也具备了冷静的条件 当然还有其他的 那我觉得这些条件 他当他具备的时候 我觉得他要到段位 应该都不是什么难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